整整一个月了,我趴在门板上,透过猫眼观察着对门的邻居。 这一个月里,他们家永远只在固定的时间段外出,而且每次走出家门的都只有一个人。 对门是一户三口之家,妈妈是个看着挺年轻,身材苗条的女性。 她或许是个家庭妇女,每天早上五点,她都会准时地出门扔垃圾。 明明他们家里只有三口人,但是每天她手里提着的垃圾袋都是鼓鼓当当的。 黑色的塑料袋里散发出浓郁的腥臭味,即便是隔着门板我也能闻得到。 出门时,她的脸上总是戴着一个很大的黑色口罩,她会先小心翼翼地张望四周,确认附近没有人后,再急匆匆地走进点梯。 她一定没想到,隔着一层薄薄的门板,我正在贪婪地窥探着走廊中的一切。 她会在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回来,回来时手里依旧拎着塑料袋。 不过,这时的袋子里装的都是些蔬菜、肉类,或是生活用品一类的东西。 这大清早起来扔垃圾,然后去市场买菜,这和任何一个的普通的家庭妇女都没什么区别,只是她出门的时间实在是太规律了。 五点离开,六点回家,日复一日,除此之外的时间里,她完全没有离开过家门一步。 她没有社交生活吗?她不会临时遇见事情,比如说炒菜没油了,上厕所没纸了之类的,需要出门的情况吗? 我很好奇,但又不能直接敲门去问,于是我日复一日地把眼睛贴在门板的猫眼上,观察着对门。 那家的女儿也很奇怪,一个扎着马尾辫,看起来才五六岁的小女孩,她只在中午出门。 出门的时间不那么固定,但基本上是在中午十一点过后,而下午两点前,她就会回到家里。 现在正值暑假,小孩子不需要上学,我能理解。 可是,这这么热的天气,父母怎么会允许她出来玩耍? 这个时间段,小区里所有的家长都会把小孩关在空调房中,让他们乖乖地午睡,或是玩手机。 小区里根本就看不到其他孩子的身影,但小女孩好像并不在意,她一个人也玩得非常的惬意。 她上楼时,我注意地观察过,正午,这将近四十度的高温,可是她身上干干净净,一滴汗都没有流。 锦门前,她总是有些恐慌地看着周围,像是担心被人跟踪一样。 确认四周没人之后,她才敲敲门,小声地说道, 爸爸,我回来了。 爸爸的年纪看上去要稍微大一点,应该有三四十岁,身材魁梧,粗壮,看着就不太好惹。 他只在晚上八点过后出门,至于什么时间回来,我就不清楚了。 最晚的一次,我在门后等到凌晨三点,那走廊上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我实在是抵挡不住困意,就先去睡了。 这家人就像是约好的一样,每个时间段里都只会有一个人外出。 妈妈永远在早上,女儿永远在中午,爸爸永远在晚上。 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他们全家一块出门的场景。 我听说,以前有些很穷的人家,全家就只有一条裤子,谁要出门了,谁就穿裤子。 因此,每次全家都只能有一个人出门,但对门这一家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他们三人的体型差距很大,并不存在一条能够让三个人都穿得下的裤子。 这让我就不得不怀疑,他们家里是否藏着某个秘密。 一个让全家人不得不在固定的时间点出门,而且每次只能有一人离开家门的秘密。 我不知道,但我很好奇,所以我就敲响了对面的门。 登登登,我敲得很快,很急,声音在走廊上回响着,但门丝毫没有打开的意思。 我很有耐心,我继续地敲着,终于门板打开了一条缝。 这门开的瞬间,我首先闻到的就是一股浓郁的腥臭味。 气味有些熟悉,女人每天早晨倒的垃圾就是这个味道。 明明她倒得那么勤快,可是这家里居然还是臭烘烘的。 我迫不及待地将视线投向屋中,想要窥探里面的景象。 透过那条窄窄的门缝,我只看到一片漆黑。 明明现在是大中午,但里面却似乎一点光线都透不进来。 然后就是一只冰冷的,黑白分明的眼珠子。 你有什么事吗? 女人趴在门板的后方,警惕地看着我。 她的声音压抑,沙哑,就像指甲划过黑板一般,让人有些不舒服。 啊,我是你对门的邻居。 我先开口自我介绍,女人的表情很冷漠,对我的介绍也是无动于衷。 呃,是这样,我这中午做菜啊,发现盐用完了。 那现在下去买来不及了,我怕菜糊了,能不能借点盐吧呀。 这是一个很拙劣的借口,但挺好用,女人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像是在衡量我话语的真假。 过了一会儿,她说了一句,稍等,就把门给合上了。 很快门又打开,一只细长惨白的手伸出来,手上还拿着一袋没开封的盐。 盐? 她说,我接管盐吧,说了句谢谢。 女人没有回应,就要把门给关上。 啊,等一下。 我用手卡出门板,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 啊,是这样,我今天中午煮鱼,要是你家里还有这什么姜片啊,料酒的话。 女人很快就将一整块浆,还有一瓶没有开封的料酒放在我的手中。 不用还了。 她冷冷地说完,就将门关上了。 我手里拿着佐料走回到家中。 这段时间,我并没有见过对门点外卖,也就是说啊,他们平常也是自己做饭吃。 每天都要煮饭的家庭中,可是这盐巴料酒还有姜,却是全新的未曾使用过的。 这明显就不太对劲。 当然,也有可能这只是个巧合。 或许是他们家里热衷于囤货,什么佐料都正好准备了很多瓶,这也说不定。 单瓶一些佐料并不能证明什么。 但是,那个女人第一次开门,用黑白分明的眼珠盯着我看的时候,我和她对视了很久。 整个过程里,她一次都没有眨过眼。 我偷偷朝门内看的时候,在女人的身后,我就看到一只男款的黑色皮鞋。 有一个人正站在她的身后,偷听着我和她的对话。 而当她从门缝中把盐巴递给我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小拇指的指甲盖里有一些红褐色的东西,像是干涸的血迹。 第二天中午,在确认那个小女孩又独自下了玩耍后,我装作去买饮料的样子,跟在她的后面。 今天的气温是39摄氏度,我刚踏出房门就出了一身的汗。 冰凉的饮料咕咚咚地灌下肚子,这才让我精神稍微舒爽一些。 我拿着一瓶旺仔牛奶,走向正在太阳底下玩着洋娃娃的小女孩。 小朋友,你自己一个人玩啊? 我这才刚开口,女孩立刻抬起头,眼神有些惊恐。 她看了我一眼,又迅速地朝着我身后看了一眼,就像是看见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 女孩抱起娃娃就朝着楼道里跑去。 我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这我看起来很吓人吗? 不对,她当时好像是朝着我的身后看了一眼。 我不动声色地拿起手机,点开前置摄像头,调整好角度我屏着呼吸,看着镜头中的画面。 在我身后那层楼的十七层,一扇窗户的帘子被拉开一个角,一双齿红的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我。 A栋,十七层,南侧,这正好是我家的位置。 窗帘是墨绿色,并没有什么图案,看上去有些吐气。 这窗帘是我亲手跳的,就挂在我的房间中,而现在有一个人,他就躲在我的房间里正在窥探着我。 察觉到有人在窥探我时,我先是浑身已僵,但很快我就冷静下来。 我走向小卖部,买了一把菜刀。 这家里的菜刀最新剁骨头,卷了韧了。 我笑着跟店主说道,家门虚掩着,刚刚我下楼的时候并没有把门锁上。 我右手紧紧地攥着菜刀,左手轻轻地把门推开,一股淡淡的腥臭尾传出。 我屏着呼吸,捏手捏脚地朝着卧室走去。 推开房门的瞬间,我右手毫无张法地对着空气劈砍。 当然,什么人都没看到,房间里并没有人。 我打开灯,将整个房间的每个角落仔仔细细地搜了一遍,确认不可能有任何人会藏身在此。 听他道说,刚刚是我看错了。 我有些疑惑,我站在窗边,刚把窗帘拉开,我瞳孔一缩,整个人倒退了几步。 那幅墨绿色,有些老土的窗帘上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手印很小,像是五六岁的小孩子的手。 手印很新鲜,还散发着淡淡的血行为。 血液一点点地渗入窗帘,直至干涸。 我怀疑那个小女孩已经死了,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与此同时,我发现她的父母出门的时间变长。 女人以前每天只在凌晨五点出门,六点就回来了。 但现在,她有时早上四点多就出门,七点多这才回到家里。 而男人出门的时间则是提前到晚上六点。 至于她什么时间回家,我依旧不太清楚。 我这就不由地产生一种古怪的想法。 就好像他们家原本所有人共穿一条裤子,而当一个成员死亡后,其他的人能穿这条裤子的时间就变长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冒出这种荒谬的想法。 但脑海中就是有个声音在不断地跟我说。 就是他们,他们杀死了那个小女孩。 他们都是杀人凶手。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杀她? 她不是他们的女儿吗? 难道就是因为我去接触了这个女孩? 那么是我害死她吗? 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感和纠结的情绪占据着我的大脑。 不,小女孩死了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也许她只是这几天里恰好生病,或者有着别的事情。 说不定对面那家人其实很普通, 只是我在不断地异想中把他们妖魔化了。 这些侥幸的想法让我的情绪平静了一些。 不管怎么说,我得先求证一下, 这个小女孩是不是真的死去了? 如果她真的遭遇不测,到时那我就报警吧。 这种事显然不是我靠自己的力量能摆平的。 话说回来,最近这几天,那个女人提出去的垃圾好像是变多了, 腥臭味也是越发地浓重。 凌晨四点半,女人又一次鬼鬼祟祟地走出房门。 她手里照旧提着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 袋子里散发出很重的腥臭味。 我悄无声息地跟在她后面。 四点半的小区里还特别地安静, 只有一两个大爷大妈起来了。 女人戴着帽子和口罩, 小心翼翼地避开人, 走向小区外的大垃圾桶。 她没有直接把垃圾扔进去, 而是先将垃圾桶最上方的几个袋子挪开, 把自己手里的黑色塑料袋压在最下面, 再将其他的袋子盖回去。 做完这一切, 女人才松了口气往菜市场的方向去了。 我在原地谨慎地等待她走远, 好一会儿之后, 我这才朝着垃圾桶走去, 翻找起这个女人留下的垃圾。 虽然她有意义地遮掩, 但要找到她刚刚丢进去的那两个塑料袋子 还是很简单的。 最臭的就是。 我提起袋子, 趁着周围还没有什么人, 便将他们拎回到家中。 说实话, 在打开袋子之前, 我做了相当多的心理工作, 或许这里边就装着被碎尸的肉块, 我甚至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但是打开袋子的瞬间, 我也不知道该说是松了口气还是大失所望。 那里边的东西是意外的普通, 用过的纸巾, 刮过皮, 蛋壳, 塑料包装袋, 这都是一些再正常不过的东西, 除了一把黑色的头发。 头发又半米多长, 略硬, 只是一眼我就认出来, 这是来自那个小女孩身上的。 虽然她才五六岁, 但是头发已经很长, 我怀疑她从出生到现在就没怎么剪过。 这些头发应该就是很粗暴地被扯下来的, 它们并不平整, 十分的杂乱, 甚至有几搓上边还带着血, 有的还连着一小块的头皮, 显然这就是被硬生生地揪下来的。 这个小女孩就算没死, 恐怕也遭遇到可怕的家暴。 我皱着眉头打开另一个袋子, 是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 款式和小女孩经常穿的那身很像, 不过尺寸却完全是成年人的, 甚至比一般的成年女性的都大。 我看着牌子上的特大号陷入沉思。 这对门的妈妈身材很好, 衣服最多是穿中号的, 这件裙子不可能是她的。 那会是谁? 我取出裙子仔细地端详, 裙子似乎被粗暴地拉扯过, 很多的地方都破了, 上边甚至还沾着星星点点的血迹。 看样子, 这条裙子的主人同样遭受过暴力。 我把事项转向带子里剩下的其他垃圾, 这里边似乎装的都是同一个女人的物品, 裙子、鞋子、包包、发卡、香水、护肤品等等。 这些物品的共同点在于, 它们都被粗暴地扯碎、摔碎了, 甚至不少的东西上面还沾着血迹。 我看着这些物品, 莫名地就感觉到一阵的熟悉感。 这些东西, 尤其是裙子和鞋子, 我好像都在那个小女孩的身上看到过。 但是这些衣物的尺码 根本就不可能属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尤其是那双鞋, 足足有四十三码, 这都能赶上我脚的大小了。 什么样的女人会穿四十三码的鞋子? 为什么她的物品款式和那个小女孩一模一样? 她究竟遭遇到什么? 为什么这些东西上会有这么多鞋? 笼罩在邻居上空的阴云似乎越变越多了。 头那之后, 我又跟踪过隔壁的女人几次, 跟踪的时候, 我就特意关注了一下她的脚, 不大, 目测鞋码也就在三十六号左右, 那双四十三码的鞋子并不是她的。 她扔的垃圾, 我又带回来几次, 里面的东西还是那一些, 除了生活垃圾, 就是这个神秘的四十三码女人的物品, 带着鞋的被毁坏的物品。 那家的男人出门时, 我也仔细地观察过, 她的脚很大, 至少是四十五码, 这鞋子也不是她的。 而且以她那男性中都尤为魁梧壮硕的身材, 不可能穿得下这些裙子。 小女孩还是没有再次出现, 而四十三码女人的物品却越来越多, 我的几次调查和试探都没有什么成果, 最终我还是决定先报警。 您, 您好, 请问是派出所吗? 我要举报, 这某某路某某小区A洞十七层一七零一的住户, 我怀疑他们虐童, 只要警察来了, 事情的真相就能水落石出。 放下电话后, 我觉得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底了, 不由地狠狠地出了口气, 紧绷地神经一放松下来, 一股浓浓的倦意就席卷而来。 这段时间里, 我除了吃饭和睡觉, 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趴在门口的猫眼上, 观察着邻居家, 甚至睡觉的时间都被我压缩成六小时不到, 我每天至少有十八个小时都躲在那扇门的后面度过。 是时候放松下来, 好好地休息了, 我难得地睡了一场好觉。 我被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 刚迷迷糊糊地拿起电话, 我就挨到披头盖脸的一顿质问。 这位先生您好, 今天我们对您所说的住址进行了调查, 这个住户并不存在虐童的现象, 而且该住户的家里只有一个二十一周岁的儿子, 并不存在您所说的五六岁的小女孩。 我这恶然地愣在原地。 这小女孩不存在? 怎么可能? 电话那头的语气特别地严肃, 对方开始质问我是出于什么原因, 觉得他们家里虐童的。 我支屋了一会儿, 不能告诉他们因为我一直在偷窥着邻居家呀, 只得想个折中的法子。 有了, 最终我就撒谎 是因为邻居家里老是传来恶臭, 数次调节未果, 我出于报复心理才故意报警, 想要整顾他们。 然而对方的话却让我更听不懂了。 哦, 先生啊, 我们这边调查访问的时候, 邀七零一家里非常的整洁, 不像您说的有恶臭。 我们可以理解这邻居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矛盾, 但这都是可以调节协商的, 而且报夹警是占用公共资源, 会对警察的工作以及民众的。 警察严厉地对我进行了一场批评教育, 我只能点头称是, 承诺下不为例, 放下电话, 我惊恐地望向家门的位置。 即使此时此刻, 我也能闻见那邻居家恍如化为实体的恶臭, 正穿过门板, 弥漫到我的笔墙。 可是警察却说他们家里并没有异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邻居家的好奇就像是一只无形的大爪, 无时无刻地抓挠着我的心扉, 单纯的跟踪和偷窥已经没有用了, 警察调查的结果更是出乎意料。 思来想去, 我就决定下楼, 找小区的阿姨们打听打听。 下午六七点, 太阳落山的时候, 不少五六十岁的阿姨就会带着孩子 或者牵着狗在小区楼下散步。 这些阿姨各个消息灵敏, 精通各家的八卦, 小区里的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找他们打听消息, 这再合适不过了。 虽然我一直以来都有很严重的社交恐惧, 但现在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我久违地踏出家门, 久违地阳光让我感觉有些紧张, 走到人多的地方脚步都有点发虚。 我提着头, 不太敢看人, 犹犹豫豫地朝着几个阿姨走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好像从我一出现, 阿姨们聊天的声音都小了很多。 好奇地, 探寻地, 震惊地, 鄙夷地, 嘲笑地。 各种视线就像针刺一般地落在我身上, 我不知所措, 我就像是被赤身裸体扔在雪地里一样。 阿姨们捂着嘴, 低声地笑着, 压低声音在说着什么, 视线一直在我的身上打转。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看我? 我的额头已经冒出徐汗, 整个人开始控制不住地发抖。 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在笑什么? 为什么每个人都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团下水稻的垃圾, 被人挖掘出来, 然后放在艺术展览馆里, 忍受着各路来访游客的嘲笑。 不知道在原地站了多久, 我终于鼓起勇气, 走向一位看上去比较和蔼的阿姨。 阿姨啊, 我能向您打听一下这A栋1701那家住户吗? 声音喜如闻啊, 这个阿姨看我走近的时候, 眼神中露出几分的厌恶。 在听到1701几个字时, 阿姨用一种惊讶中, 带着一丝丝怜悯的奇怪眼神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像是碰到什么脏东西一样迅速地离开。 其他的阿姨也是低声地嘟囔着什么, 怀里抱着小孩子匆匆地走开了。 我手足无措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做错了什么。 错白地回到家里, 无力敢席卷我的犬身。 算了, 什么小女孩, 什么四十三码的女人,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邻居家的秘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为什么要去搅这趟浑水? 说起来,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投窥他们家的? 起因是什么? 动机又是什么? 为什么我完全想不起来? 我试图调动脑海中的记忆, 但是一思考就感受到割裂般的疼痛。 算了, 彻底放弃吧。 就当我萌生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 在我住进来之后, 这还是头一字, 我犹犹豫豫地挪到门后, 把眼睛凑到猫眼上。 噔噔噔噔, 敲几声透过门板传到我的耳边, 门外站着的就是我的女邻居, 我一眼就认出那道熟悉的身影,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没戴口罩的样子, 看上去三十来岁, 脸色很苍白, 这邻居的手上还拿着什么东西, 我没有看清楚。 噔噔噔, 她很有耐心地敲着门, 我有点紧张, 却不知道她上门来是要做什么。 我偷偷观察的事被她发现了吗? 还是说投垃圾的事情? 又或者是刚刚下楼打听她家的情况, 被那些阿姨偷偷地告诉她了。 除了兴师问罪之外, 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但门还在欺而不舍地瞧着。 我深吸了一口气, 鼓起勇气把门打开。 门刚打开, 女邻居就很自然地走了进来, 一股浓郁的肉香 从她手中端着的碗中飘散出来。 这是我晚上煮的汤。 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沙哑, 该把这汤喝了吧。 我鼓动咽了口口水, 看向被墙塞进我手中的碗, 热腾腾地冒着水汽, 一股奇怪的香气直扑我的鼻墙。 我全身的细胞似乎都在叫嚣着对这碗肉汤的渴望。 喝了汤, 这汤的香气和女人的眼神似乎都在如此地暗示着我。 不, 这不对劲。 我摇着头, 让自己冷静一点, 怎么可能会有人莫名其妙地闯到其他人的家里, 又莫名其妙地塞过来一碗汤。 如果我们很熟悉的话, 还有可能, 但在这之前, 我都是只通过猫眼窥探这个女人而已。 她这么做, 有什么企图? 女人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神有着几分的呆滞, 我拿着勺子装模作样地在汤碗里搅动几下, 沉在碗底的肉块浮上来, 这肉块红彤彤的, 就像是刚刚弯下来一般, 它看起来并不像我曾经吃过的任何一种肉类。 哭的一声, 突然一颗黑白分明的眼珠子翻上来, 我的大脑停滞了0.1秒, 下一刻我大喊一声, 就将手中的碗给扔了出去。 我惊恐万分地后退了好几步, 看向这个女人, 她似乎被我扔碗的动作惹怒了, 整张脸扁得猙獰起来。 你为什么不听话? 女人的嘴角裂到难以想象的幅度, 不断地吐着白沫子, 脸上的肉不断地抽搐着眼珠突出, 眼白越来越多, 甚至整颗眼珠子都变成白色。 你为什么不听话? 女人说着, 不知从何处掏出了一把菜刀, 高高地举起, 我脸上已经完全失去血色, 求生意志使我本能地拔腿就跑, 但门在她刚刚进来时已经被反锁上, 我想要冲出去已经是不可能, 这窄小的房间中就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 刀子离我越来越紧了, 菜刀高高地举起, 然后落下, 一下, 两下, 三下, 血液和肉末飞溅, 白花花的骨头都露出来, 我的视线渐渐地模糊。 我睁开双眼, 不知为何脑袋割裂般地疼痛,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刚刚是我的女邻居进来, 还拿着刀要杀了我, 我慌忙低头查看全身, 这奇怪的是身上一处伤口都没有, 这难道说刚刚的事都是梦吗? 我松了口气, 一定是因为最近一直在想邻居家的事情, 这才会做出这种荒诞无稽的梦来。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我得戒掉天天窥探他们家, 以及胡思乱想的习惯。 我起身正要下床, 脚步却突然踢到个什么东西, 发出咣当的声音。 看到这个东西的瞬间, 我整张脸都失去血色, 控制不住地发起抖来。 那是一只被打翻的碗, 这碗底还残留着一点糖, 还有几块血红的肉, 以及一只正在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珠子。 离汤碗不远处是一把卷了刃的菜刀, 正静静地躺着。 我这胃里是一阵地抽搐, 我倒在地上, 忍不住地就呕吐起来, 太阳穴也是一跳一跳地抽搐着, 我痛苦地合上眼睛, 这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那是梦的话, 为什么碗和菜刀会在这里? 如果那是真实的, 那为什么我还活着?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的邻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行, 我必须得搞清楚这一切, 我必须要看清楚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必须看着他们, 对, 无时无刻, 我必须。 我疯狂地爬向房门, 贪婪地将眼睛贴向猫眼。 我一定要看着他们。 我的动作顿时顿住了, 脸上扭曲的笑容也逐渐地消失, 寒意从四肢攀升, 紧紧地攥住我的心脏。 一颗脆着怨毒的血红眼珠子正透过猫眼, 跟我冷冷地对视着。 我四肢发软, 整个人瘫坐在地板上, 我没有勇气打开房门, 只能祈祷着门外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赶紧离开。 过了不知道多久, 我这才终于鼓足勇气, 再次缓慢而坚定地把我的眼睛贴在猫眼上。 依旧是一片血红, 它还没有离开, 它还在看着我。 我的心脏就像被狠狠地攥了一下, 几乎要停止跳动。 冷静, 不能慌, 我一定要看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我强撑着不躲开, 而是直直地跟它对视着。 十秒, 二十秒, 一分钟, 三分钟过去了, 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 这三分钟里, 那只眼睛就连眨都没有眨过, 甚至就连细微的转动都没有。 人类的眼珠做不到这种事情, 而且总感觉这双眼睛不是在门外, 而是就嵌在猫眼中。 我从厨房里找出一把水果刀, 拿在手里放身,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猛地将门打开。 这门外空空如也, 一个人都没有。 我又回到门内往猫眼上看去, 这只血红的眼珠子依旧凝滞在那里, 冷冷地跟我对视着。 我冷静下来, 点开房东的微信, 我家对门这邻居什么情况啊? 老是有味道飘出来, 而且他们家那小孩 还往我家的房门猫眼里塞东西啊? 房东肯定会知道他们家的基本情况, 要是能把房东骗过来, 和我一块儿进到邻居家里看看的话, 那再好不过了。 我并没有将遇到的事情和盘拖出, 而是找了个看上去合理一些的借口。 房东很快回了一条语音过来, 一点开就是劈头盖脸他一顿嘛。 你怎么神经病还是找茬啊? 咱们这一楼哪儿装过猫眼啊? 这七八百一个月的房租你还想咋着啊? 哎,要不要给你再装个监控器啊? 我愣在原地, 没,没有猫眼, 那我一直以来看到的又是什么? 又一条语音发过来, 而且这整个十七楼不就你一家吗? 哪儿来的邻居啊? 我告诉你啊, 神经病啊, 你再给我发这种有头没的, 你就滚出去, 每个月就交这么点钱, 还屁事一堆的。 我又发过去几条消息, 但是房东都没有再回复, 我摊坐在原地一阵阵地发抖。 十七楼只有我一家住户, 门上没有猫眼。 这怎么可能? 那我一直以来看到的是什么? 鬼。 一个可怕的字眼就浮上我的脑海。 不,不对,不可能。 我迅速地摇摇头否认这个猜想。 我之前打电话报警时, 警察进去调查过隔壁的邻居, 这至少可以说明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房东要说这种拙劣的谎话来骗我。 或许, 我应该想办法进到邻居家里看一看。 我必须得搞清楚邻居家的谜团, 否则我肯定永无安宁。 接下来的几天, 对门的女人就没有再出现过。 黑色的塑料袋垃圾也没有人再扔了, 死无忌惮地堆在门口, 散发出腐烂的恶臭。 与此同时, 男人出门的频率变得更高了。 以前她只在夜里出门, 但现在白天有时也能看到她了。 我不得不怀疑这个女人也死了, 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 每当有一个家庭成员死去, 其他人穿裤子出门的时间就能变长。 几天下来, 我总算是摸清楚男人出门的时间规律。 正午十二点, 她推开家门走了出去。 不出意外, 她应该会在三点后回来。 我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进入到这个神秘的家中一探究竟。 我掏出事先配好的钥匙, 推开邻居家的门。 黑暗, 这明明是大白天, 可是屋里却一丝的光亮都没有。 床帘全部被拉上了, 我按下灯的开关, 想象中血腥恐怖的画面也没有出现。 邻居家的客厅布置非常的普通, 甚至可以说是温馨。 可是为什么我会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 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屋子不大, 两时一听, 一出一味。 厨房的冰箱里整整齐齐地 码着鲜红的肉块。 雨室里的镜子不知为何打碎了, 玻璃散落一地。 两间卧室, 我犹豫了一会儿。 首先选择了大一点, 的主卧。 这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副巨大的夫妻合照, 但诡异的是, 照片中的两个人嘴角都流出血液。 我仔细地检查着房间里的衣柜, 里面的衣服尺码正常, 并没有那个穿特大好衣服, 43码鞋子的女人所留下来的任何痕迹。 我将视线我将视线转向剩下的那个房间。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底就有一个声音在拼命地制止我推开那扇门, 似乎在打开之后就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心脏扑腾扑腾地跳得很快, 呼吸也渐渐变得急促起来, 我紧紧地皱着眉头走到那扇门边。 邻居家的秘密, 这个小女孩, 还有那个43码的女人, 或许就在门后, 只是为什么这扇门也看着如此的熟悉? 我究竟在哪儿见过她? 文板上还被人为地钻出一个小洞, 可以透过这个小洞看到房间里面。 我深吸了一口气, 把眼睛凑上去。 是眼睛? 我又一次看到一只眼睛, 但是这次不同, 它眨了一下, 门后有人, 我骇然地后退几步, 而门直接从里边被打开, 男邻居走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明明看着她走远之后才进来的。 可是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这里? 我错愿地看着她, 缓缓地从背后拿起了一柄水果刀。 吐的一声, 刀刃没入血肉, 眼前的景象不断地退去, 我的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 哎呦, 你这终于醒过来了。 眼前的白大褂, 有些欣慰地说道, 在她身边还坐着一名警察。 哦, 她这催眠的结果很成功呢, 她的另外三副人格都已经成功地抹去了。 陈警官, 你现在可以审问她了。 白大褂对这个警察说道, 三副人格?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这是在说我的父亲、 母亲、 还有那个小女孩儿吧? 我漠然地看着眼前的警察, 万年俱灰地开口, 没什么磕身的, 确实是我杀了他们。 要说动机的话, 就是积怨一身了。 我是个没用的废物, 从小到大都是, 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存在感, 唯唯诺诺地一无是处。 我的童年就在父母的责买, 和虐打中度过。 然后, 在我的脑海中, 就出现了第二个人格,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儿。 我给她穿上漂亮可爱的公主裙, 留起长长的头发, 再鼓起勇气, 穿上那条粉红色的裙子, 还有特别定制的, 四十三马大的女鞋出门后, 迎接我的, 是小区里阿姨们的 指指点点和嘲笑。 还没来得及走出小区, 我就被家里人给拖了回来。 他们怒骂着, 说我是娘娘腔, 变态, 把我的头发剪掉, 衣物都撕成碎片。 在一段殴打之后, 我就被锁在房间中。 房间的门板上, 开着一个小洞, 方便他们随时地窥探着我在做些什么。 后来, 在一次母亲给我送餐的时候, 我就掐住了她的脖子, 她的嘴里不断地吐出白沫, 眼睛吐出。 保险期间, 我又跑到厨房找出菜刀, 补了几刀。 彩刀的质量很长, 只是砍了几下, 就卷了刃了。 所以晚上, 爸爸回来的时候, 我就只能勉强地找出一把水果刀, 扑了一下, 刺进她的心脏中。 我倒在雪坡里, 带着满足的笑容进入梦乡。 在梦里, 他们既是我的邻居, 也是我自己。 他们和那个小女孩一样, 一起注尽到我的脑海中, 成为我的一部分。 只是, 我的脑容量有限, 不能让所有人都同时出现, 就像穷苦的人家 同穿一条裤子一样。 我们四个人, 共用着一具身体。 每个人只被允许外出一小会儿, 但我是个例外, 谁让我才是主人格呢? 我每天都躲在那扇门后面, 透过这个圆形的小口, 窥探着我的家人们。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这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只是可惜太过有限了。 四十度的高温, 尸体很快就散发出腐臭味。 邻居报了警, 警察很快赶到, 我被指控蓄意谋杀罪, 又因为表现得太不正常, 被送到精神病院中。 眼前的白大褂医生 为我做了催眠手术, 让我再度回到这个梦中, 亲手杀死自己的其他人格。 现在梦醒了, 这个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